没有末世,您就放肆,要看见神,必须花功夫等待,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元素,我们必须在神的脚前见后多时,神才会把它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,一个波动的湖面,是映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 所以,如果我们要看见神,我们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,把我们生活中的风波平静下来。 看见神是最有能力,最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事,看见神常会叫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转变。 雅各在雅伯渡口看见了神,就成了以色列。 祭奠看见了神,懦夫变成勇士。 多玛看见了主,疑惑变成了忠实。 开雷看见了神,舍弃了邪将的生活到印度去。 李文思东看见了神,舍弃了一切跟随主,经历非洲的丛民。 多少人都是因为看见了神,所以今天在地际宣传福音,使人归向基督。 想要看见神,就需要我们保持灵里面的安静。 灵里全然安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 其实神一直在和我们讲话,什么时候世界的声音,在灵里消灭或低沉了,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。 我们听不见,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喧闹,急躁和愁闷的缘故。 最后,欢迎您分享,订阅,点赞,来鼓励我们。